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MAS学院 本节课呢,我们继续安卓存储的一个实现 那么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使用content provider 来针对我们数据库进行插入和查询 我们来到代码当中 在上节课当中呢,我们写的是Message Observer Attitude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已经实现了点击按钮 用我们content reserver调用insert的方法 来往我们数据库当中进行插入 然后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进行一下查询 init datas,把我们数据员进行初始化 然后呢,就可以呈现出来我们的一个数据 那么本节课呢,我们给它添加一个观察者 来观察每次我们只要一添加 就在我们案例当中进行显示 好,既然用到了观察者呢 我们在前方呢,就得给大家写出来一个观察者对象 好,我们给它创建一个class 比如我们叫做Message Observer OK,我们让它extends 我们的content observer对象 好,它也会实现我们的一个构造方法 好,我们把构造方法拿出来 当然按照我们之前那个惯例 构造方法当中,我们要回传contest对象 好,过多说我们就把contest呢 直接给大家写进去 好,这个contest对象呢 就用了创建我们content reserver对象 所以我们把content reserver对象呢 先给大家拿出来 在我们的内部呢,直接进行一下初始化 调用它的get content reserver 使用到的handler呢 我们也在前台来给大家直接实现一下 这里面我们使用this.handler 等于handler 复制完了之后呢,它会回调 里面的一个方法叫做onchange 每当被观察者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的onchange方法就会被调用 那么第二个参数UI呢 就是我们发生数据变化的一个UI对象 首先,我们可以把这个UI呢 先给大家来拿一下 比如当前的tag 我们给大家实现 比如咱们onchange方法 接收到的UI 我们打印咱们自己传入的这个UI对象 然后这个UI呢 一般是我们在后续给大家来使用到的UI 我们要监听的是数据插入做的变化 所以呢,我们就在provider当中 大家来看一下 之前写过的provider 每当我们数据进行插入变化的时候 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们这里面的insert 它返回的是有一个rawid的一种形式 对吧 我们就把这个rawid来追加到UI的一个末尾 那么怎么样将发生变化的行ID 添加到对应的UI末尾呢 咱们会调用一个工具类 将发生变化的rawid追加到UI的末尾 好,我们给大家使用到一个类 这个类呢叫做contentUIS 它有一个方法叫做withpendingID 当你给定我们需要追加的UI对象 以及它所要追加的这个rawid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呢 给它添加到一个行的末尾 返回值呢是一个新的UI对象 你比如我们叫做myUI OK,我们呢也给大家使用log的形式 打印一下 插入变化的数据对应的UI 咱们看一下这些UI是否一样 我们把myUI拿入 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通知对应的UI发生了变化 否则的话我们的观察者是没有办法监听到的 通知的是contentObserver 怎么样进行通知呢 我们使用getContent还是拿到一个上下文对象 咱们调用getContentReserver对象 然后咱们调用一个方法叫做notifyChange 我们把我们发生变化的UI也叫做myUI拿入 以及第二个我们需要通知的观察者对象 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定为空 表示谁只要监听住我们对应的UI 谁就可以发生变化 但是这个观察者可以为空 如果你只定了对应的观察者 那么它就会指定对应的观察者发生变化 如果你没有指定 那么谁监听这个UI 那么谁就会发生变化 好我们把这个myUI进行返回 那么回到我们这里面 那个UI呢就会回传到我们当前这个UI 一会咱们在log的打印当中就可以进行一下验证 那么有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从UI当中获取末尾的ID 我们刚刚做的是个追加 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这个ID值呢给它拿出来 我们还是使用content.us 定用它的一个方法叫做ParseID 把我们当前这个UI呢给它拿入 那么它就会把最后的那个ID值呢给我们解析出来 返回值呢就是ID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ParseID 返回值呢就是the long conversion of the last segment 也就是返回我们最后追加的那个ID值 拿到这个ID之后 大家我们根据ID就可以进行一下查询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查询全部的数据 而是单独的查询一条数据 这样的话就大大提高了我们查询的一个效率 所以大家我们使用Reserver类像 调用它的一个query方法 从我们拿到的这个UI当中进行查询 查询全部的数据 并且它的selection呢 我们就给定-id等于 加上我们解析出来这个ID值 selectionax呢我们给定为空 并且排序呢我们按照-id dic进行项序 那么它的一个返回值呢又是一个caster对象 我们把caster接收出来 判空 如果当caster不等于空的时候 我们开始取出来数据 那么这时候caster呢只有一条数据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caster move to first 移到第一条 我们进行取出即可 好我们从caster当中 用它的一个get stream方法 把我们caster当中的这个索引 get clone index 也就是我们lmsg的索引呢给它拿入 返回值呢我们给定stream类型的info ok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操作handle对象进行消息的发送 ok我们把message呢也给大家来拿一下 这个是我们安卓OS包下面的message messege 我们就直接使用message的outerm方法 message的what值呢我们给定为200 message的obg呢我们给定为当前的这个info内容 然后调用handler 它的一个send message对象 把我们当前的这个message扔进去 最终我们把caster游标进行一下关闭 ok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发生更改的时候 就会给handler对象进行消息的发送 而我们当前的handler呢就可以在我们页面当中进行一下处置化 private handler new handler 同样这里面我们new一个handler进行callback 那么它会执行里面的handle message方法 我们把这个返回值呢改为处 那么内部取出内容呢很简单 我们就进行一下判断 if如果我们msg的what值 也就是我们刚刚给定的200 满足的情况下 我们就把list集合 调用它的i的方法 往我们第零条数据当中进行查入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数据源就是一种降续的一种排列形式 然后呢我们把数据取出 就是msg的obg 调用它的一个toolstream方法 最后我们通知适配器发生变化 adapter.notify.betat.change 那么handler写完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观察者呢也给它实现 所以我们把msg的observer 咱们出处化一下 ok我们的observer呢就直接new出来 msg的observer 拿到observer对象之后 我们需要做注册 观察者 那么怎么实现注册呢 就是使用我们reserver对象 这样它的一个reserver content observer 首先对应的ui 这个ui呢我们就ui.pass 把我们当前数据的这个ui拿入 这个ui呢就是我们当前整体的这个provider 所操作的数据库对象 同样 内部我们给定为tool 表示它的子ui发生变化 我们也要进行监听 还有observer对象 那么同样我们还需要把这个undestroy方法呢 也给大家来拿一下 因为我们有注册 所以我们对应的要有解除注册 带用reserver对象的unrejust content observer 把我们的observer对象呢传入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实现了当前数据的一个操作 当然这个messageobserver呢 我们需要传入参数 然后我们把参数补全 首先第一个是handle对象 我们传入 还有第二个contest对象 我们使用this OK案例呢我们写完 我们可以把这个案例呢 重新来给大家运行一下 比如我们运行在模拟器上 好 比如我们点击welcome 大家可以看一下welcome 立马就给我们呈现出来了 这是我们当前查询数据 直接来拿到的 好 我们打开到cat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插入变化数据 以及unchage 接收到的数据呢 其实都是我们当前的这一高 UI对象 并且他们的数据都是第三个 我们再来插入一条数据 你比如我们插入hello 插入的就是第四个 我们拼接的行ID呢 就是第四行 OK自此呢我们就已经把之前的content observer 来实现我们自身数据库发生变化呢 给大家来提供出来了 其实最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我们注册对应的observer对象 然后监听对应的UI发生变化 注意这里面有一个content UIS 用来解析ID 以及我们使用content UIS 来为一个UIS拼接最后的一个行ID 那么自此呢 我们给大家的讲解内容 安卓数据的讲解内容呢 就告一段落 最后呢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你比如我们在安卓当中 如果使用数据存储 我们一般会牵扯到哪几种类型呢 首先第一种就是针对简单的配置信息进行保存 比如用户名密码等等 比如一些简单的音量设置 我们就可以采取我们的share的preferences对象 我们要明白它的一个存和取 以及它们的一个存放位置 同样第二个 我们针对应用自身的一个操作 我们可以使用内部存储 而内部存储 大家需要注意一个点就是 打开内部存储的形式 比如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做 openfailinput 获取内部存储的输入流 以及我们openfailout 反之类似 我们可以使用openfailout来获取输出流 直接操作文件 接下来就是使用流的操作了 第三个点呢 我们可以使用外部存储 那在使用外部存储的时候 一般都会针对IC卡进行存储 当然这里面还会有一些缓存路径 我们用来保存应用程序所缓存的一些图片 所缓存的一些文件等信息 在使用外部存储的时候 我们需要判断当前外部存储的介质的可用性 并且如果当前介质可用的情况下 比如我们可读写 我们就可以往里面进行插入 还需要给定权限 我们需要有一个写入外部存储的权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操作流 进行读写操作 然后第四个点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我们的circlelight数据库 进行读写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必然而然要用到我们circlelight OpenTapper 以及我们操作的数据库对象 叫做circlelightDatabase 借助我们circlelightDatabase对象 比如DB 它里面的增三查改 或者说是执行Circle ExecuteCircle 以及rawQuery 分明针对我们插入删除修改 和我们查询的一些方法 然后第五个呢 我们可以使用contentprovider 实现自身应用数据的提供 以及操作自身数据库 实现中三查改 那么这个点呢 跟我们上一课讲解的案例呢 很相似 然后第六点呢 大家需要掌握一下 我们当前这个contentreserver 好 contentobserver 观察者 那么自此呢 我们安卓存储的一个实现呢 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那么也感谢大家 观看安卓存储实现本套课程 我是你们的讲师Clarke 经过这么几节课呢 咱们的安卓存储呢 也要告一段落了 感谢大家观看 安卓存储实现本套课程 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麦子学院更多精品课程